丢给他 然后呢 number 的话呢 把这个值丢给他 这个方式的话呢 就是直接存取 我直接怎么样 点的方式 去存取他的成员变数 那有别于刚刚的方式 刚刚是用建构纸方式传 那最后怎么样呢 再去存取他什么 存取他的方法 方法特别是也要是public 如果你把它改成private的话 会有问题 特别是然后就把它存取 所以输出的话呢 基本上呢 我们就是这一个new他之后的话 再除 所以最后的话会把这边的讯息 有没有 把它怎么样呢 把它输出 所以输出的话 我来看一下 也就是说 编号 金额 master 这边都有 那上面这两个资料 是由这边 借由建构纸传递过来 对不对 传递过来到这边 然后呢 再由这边去所取得他 所以取得这个 这个蛋丢到这边来 这个的话呢 是直接就把它丢过来这边 那这两个是他本来内部的 所以输出的话 就可以看到最后的结果 OK 大家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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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会 尤其是这个地方 new的地方 OK 好吧 把画面还给各位 如果你今天不是用建构纸的方式 来存取这个内层类别的话 那必须就是 第一个记得 你的里面的成员变数 跟成员方法要public 第二个的话呢 透过外层的类别 就是物件名称.new 一个我们的类别名称 后面记得要加个小刮 加个刮符 谢谢大家